房价到底能不能够有感下跌呢 去年年底的时候 燕廷身边有好多的朋友 都在跟燕廷讨论 是不是可以开始来看看房子的部分了 因为确实真的有感受到 好像房价谈的空间有比较大一点点了 可是你说要很大的空间 让利的空间好像也没有 而且回头再来看利率再调高 对我们小资组来说 这调高这半码一码的都肉痛 所以这样房贷升高之下 到底现在这个时间点出手划不划算呢 好 要请到新明寅老师了 因为有官员说 今年春节过后房价会煞熟 而且会跌蛮久的 可是建商说才不会呢 因为去年他们很多成本垫高 人工 原料 他们又不是笨蛋 怎么可能会赔钱卖 所以到底今年对小资组来说 是不是到底可不可以出手今年的时间点 是 我想我们这一段可以好好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 来分析一下 就是说从去年到今年 这个整个房市的一些变动 从价量这一部分来看 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量的这一部分 就是说2022年整个全台湾的这个买卖移转动数 已经从高点大概有34万栋滑落到32万栋 大概有将近6到7%的这样的一个跌幅 那它最主要在反映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 这个政府的这个打草房的动作啦 利率的升息啦 还有资金的退潮啦 这些都是造成民众在整个购屋上面的一个负担加重 所以如果说我们看看刚才那张图 就是说2022年的这个所谓的交易量 是32万4千多栋 那今年呢 大家可能就会问了 说那今年2023年交易量会不会再继续萎 可能还是会有萎缩的这样的一个幅度 而且这个幅度可能还会蛮大的 本来我之前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还相对比较乐观 认为说大概再萎缩个一层到30万栋 应该就差不多紧绷了 就是去年底的看法 对 可是呢 因为去年年底我们的这个立法院 已经这个等于可以算是顺利的把这个 平均地权条 最强的打草房的这个所谓的五个众手都寄出来了 那就不一样了 那对于整个房地产市场 可能会出现2016年的效应 大家看看2016年我们的买卖移转动数 是有史以来最低的只有24万5千 就是我们柱状土凹上去最低的那一个 对对对那因为那个就是那当年实施的房地合一岁 所以呢只要说我们在政府政策上 有一个明显的这种所谓的打压下来的时候 房地产市场大概都会这个趴在地产上 所以呢创造了有史最低的一个交易量 那今年来看的话因为这个也算被大家封为 史上最强的这个打草房的这个政策要实施 不管是在今年第一季或是在第二季实施 对整个整年度的交易量一定都会有影响 所以我们看看2023年大概会有 我个人把它稍微整理一下 大概有四大挑战 也就是大家所谓的这个所谓的 不管是黑天鹅或是灰犀牛 第一个就是央行还会持续升息 刚才持续兄已经提到了 就是说美国联准会应该还是会有这个升息的动作 那因为我们跟美国的这个利差还是非常大 所以呢我们央行也不得不的情况之下 可能还会升息 也许还是半码 可是这个半码就像我们刚才主持人提到了 他事实上有一点的那个所谓的压垮骆驼 最后一根稻草的那种效应 而且它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效应 让你慢慢慢慢不知不觉 哇我已经交不起房贷了 我可能也买不起房子了 所以呢这个第一个效应 可能还是会在今年的时候持续发酵 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兔年的 国内外的经济的展望 普遍大家都不看好 不管是美国或是欧洲 或是说我们国内的一些研究机构 不管台经验啊 或是说我们的经建会啊 这些大概都抗坏 今年的一个整个经济成长率 我们大概今年要保三 几乎没有机会 甚至搞不好连保二的机会都很勉强 所以在经济不好的情况之下 民众要再挪出钱来买房子 这个部分对他们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第三个就是刚才提到的 打炒房的新法正式上路 那因为这个部分会让之前已经上车的投资客 他们会在今年正式实施之前 赶快抛售他们手上的这个房子 那有的话可能会小赚出场 如果说已经到最后关头的话 可能有些人就会 甚至赔钱抛售都有可能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自助客 有机会捡到便宜房子的一个机会点 那再来的就是总统大选全哨战 因为我们2024年 对2024年 1月份就要总统大选 也要立委选举 那大家可以看去年年底的 这个所谓的九合一选举 已经打得这样的一个稀里哗啦了 那总统大选跟立委选举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 那个精彩度 那个激烈 惨烈的状况 应该会不下于去年下半年 房市会是接下来大家要做的 所以这个房市的受到干扰 销售会受到影响 价格会受到影响的程度 应该也会更加的明显 那所以呢 这个部分 我觉得这个都是四大考验 应该对于整个房市的交易量 会创下 可能也许不是史上最低 也会是史上次低这样子 那价格一定会松动 只是说这个价格松动到什么程度 没有人可以打包票 那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官方的说法是说 这个因为这个打草房 还有这个政府的这些所谓的政策下来 我们看看这个官方的说法 对于这个房市今年度的一个看法 第一个央行说 今年房市可能会在上半年就会软着陆 这个是我们现在连任的 这个杨总裁 他之前就已经说出了一个观点 那他我就觉得 他是一个金融资金控管的中央机构 他讲话都是相对比较保守 他用软着陆 我们如果用一般市井小民的解读 就是说房价会跌的意思 所以这个是央行的说法 再来我们看到内政部代理部长 我们的这个花竞群 他在这个修法的第一审通过之后 他就跟媒体讲说 春节过后这个房价也会软着陆 可是呢他讲的比较白一点的 就是说这个房价会跌 而且会跌很久 这个让很多这种还没有买房子的 倒是真的很期待 跌很久 可是呢他讲会跌很久 那我是不是说等越久会买到更越便宜呢 所以呢这个部分可能会让市场的观望氛围会更浓 那再来就是各行库 他们也大概有在年底的时候 去年年底有提出他们对今年的一个看法 认为说量缩价缓跌 那这个当然也是相对比较保守 缓跌 那我觉得说可能跌幅还会相对比较大 那Q式的跌幅可能就还比较明显一点 那金融研信院也对这个房市的这个部分 也有一些观察 因为他们对金融跟房市这间的互动 大概也算是我们国内很重要的一个研究单位 他们认为说房市交易会持续的走冷 这个大概都是一个官方的一个看法 可是建商呢 那建商当然就不会这样看了 因为我们觉得说 如果建商不让的话 我们也没戏唱 因为我们常常讲说 建商他们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而且在每一个产业 他们都没有畅衰本业的这个权利 所以我们看到建商对于房价的一个看法是怎样 第一个认为说土地的价格居高不下 我们怎么可能赔钱卖房子 再来就是缺工的现象还没有改变 因为在台积电大举的吸收到整个营建工程的工人的情况之下 现在缺工的现象还是非常的严峻 再来就是建造的建材成本也在增加 那这个部分业者都是用这样的一个理由说 我们成本在增加 我们怎么可能赔钱卖房子给你 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原物料这一部分 因为现在各国特别是在今年二三年开始到2025年之间 都要做这个所谓的ESG的规范 所以他们的一个相关的成本 整个增长的成本都会增加 所以业者在这部分除非不得已 他们不会让利 也不会说便宜卖房子的 所以那结合综合起来 因为建商现在没有办法让利 让利的空间可能应该让步不大 综合起来到底今年的房市 我认为还是量缩价跌 所以想买房子的还是赶快好好做功课 等到好的时机点就可以出手 OK好 所以到底要怎么出手 那稍后两段也会接续的来 请老师帮我们做研究 给我们首购族好不好 小资族一些建议 可以开始做功课 哪些方向是必要重要的 要先笔记起来 不过稍后回来 我们还是要先再回头看一看资金流 今年到底还有什么样新的问题跟挑战呢 小资族一撒马上回来